全民攜手把關 共同維護交安 內政部警政署 感謝您 請您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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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让你向下来打拼收拾台阁给健康 操盘战将 大家好 欢迎收看操盘战将 看一下测标 哦 那 呃 其实我写这句话是有一点挑战我自己的意味 等一下我们再聊 等一下我们再聊 我刚刚突然看到1点47分这则新闻 他上面写说外资大出逃 外资大出逃专家点四大题材是骑兵 四大题材是骑兵啊 哪四大 他说电动车 VR供应 这就元宇宙啦 VR供应就是元宇宙啦 电动车VR供应链生计新药股绿能节能 绿能节能 这个跟我在元宇宙能源航大生计 这我在7月15号 哦 你们这个都看过很多遍了 因为我从到现在从7月15号到现在我都没有更新耶 我没有更新啊 我一直用这张来跟各位讲我对盘式的看法 然后我对题材的看法 我看到了刚刚这个几个题材 他说这四大题材是骑兵 绿能节能生计新药VR供元宇宙电动车 元宇宙能源生计 刚好都点到我的 我只是说英雄所见略同 各位你们知道吗 今天他们股市下跌11点 我这两天在看一些媒体 很有影响力的媒体 他们在做一件事情 他们要制造舆论 就是我创造一个话题 应该是说我创造一个议题 我想点名这个题材 是我们接下来盘面上的主流 股市的主流 所以他在强力主打 他写文章 或者在电视上去跟各位做演讲 就他们的节目里面去报告这些题材 然后想要形成 形塑成一种一种舆论 一种市场的力量 让这个题材比如说 我举例而言好了 比如说军工产业好了 航太产业军工产业 他想把这个军工产业变成 市场上台北股市的主流 有有有 像这只股票今天 有啦 宝一啊 还有那个成田 4541的成田 这个我在我的网路节目 我有个节目里面 有跟各位聊过航太的股票 那今天这次股票再创波段新高 很欣慰啦 很欣慰啦 其实我看到媒体喔 那个媒体在 在主打的一些产业喔 或是他里面所文章 里面所讲到一些内容喔 其实 我说实话啦 有偏见 有偏见 讲的可能不是你爱听的产业 我知道他们想要有那股力量 想要行硕 想要发展成那种 好像那种 那种那种那种舆论 那种主导议题的那种说法讲法 让市场上能够跟随他们的趋势这样 你说他们有没有成功 我觉得还好 一半一半 因为我也有在看 我也在看其他的节目上的一些分析师 他们讲的一些产业 或报告的一些股票 有没有办法 形成市场上所瞩目的焦点 让市场上 他所讲的那些股票 变成市场上追逐的一个重点 各位不好意思 我觉得我好像有做到这件事情 当我看到新闻在讲这个 我在看到针对美国股市拉回 然后专家建议叫你布局这个 我就觉得说 我跟各位报告的股票 我跟各位报告的产业 真的有形成 我会挑战我自己 我跟你讲 我会挑战我自己 我希望我所讲的题材 我希望我所讲的股票 都是市场上 日后会追逐的标的 就像这只 我在讲这个 没人理我 包括你在内 我记得我当初公开的时候也是一样 有一点雷声大 有点小的感觉 不过我会努力 我会给市场创造话题 我会让我自己 刘青俊 这三个字 成为市场上的主流 我看我能不能画出的金档 这是我给我自己的期许 但是我也希望 我能够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连带着你 你也可以跟我一起受惠 为什么 因为你会来拿我的股票 因为你会来买我的股票 如果你来拿我的股票 你来买我的股票 而我说的话举足轻重 我说的话有很大的影响力 我所看好的股票还能够持续大涨 这样你会不会受惠 你会受惠嘛 所以双赢嘛 这就是双赢 Win Win 我们一起赢 这样好不好 所以现在而言各位 我要跟你一起通盘合作 各位 我跟你讲这个盘 为什么我想跟你合作 为什么我要叫你来拿我的资料 因为我发觉这阵子 很多人对这个盘看不 你们对这个盘看不懂 然后你们手上报的那些股票呢 你们也看不懂 你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所以我看到很多人 最近很踊跃的问我一些问题 在我的节目里面问我一些 就是股票的问题 问我要不要续报啊 问我这档后市如何啊 还有没有戏啊 对这档股票我的心情如何 心情好还是心情坏啊 那我看了很多观众朋友们 他们给我的股票 他们就是请我帮他们建议的股票 我看了一下 我 我真的觉得啦 各位 你们真的要多用点工 我说真的 我没有贬低各位的意思 而是你们跟我 你们问我的那些股票 比如说长荣 阳明 万海 长荣啊 阳明啊 万海啊 你们问我一些股票 我常常讲说 各位啊 我们买股票 我们买股票是要来赚钱 是要来赚钱 你不要把你的 在外面听到那一套来套用到 就是好像 那个规则比如说北益比低啊 EPS很好啊 对不对 货柜三雄都达到了啊 北益比很低 然后股价也修正了 然后EPS也很高 可是他们就不涨啊 你知道这阵子哦 我看到一些股票在跌啊 比如说华硕啦 星星啊 3189的景硕啊 我看到这些股票 在拉回在破跌的时候 还有这一支也一样啊 哦 不是不是他啦 看错了 讲 说错了 最近股票在拉回的一些一些标的哦 我跟你讲啊 你真的最好来找清俊啊 你不要自己乱做啦 我说实话啊 因为你没有我的资讯 因为你没有我的情报 你看着一些媒体 看着一些网路节目 在那里去找名牌 因为我不知道你选谷 是你自己看的呢 还是看电视上的 各位 你可不可以化繁为简 你可不可以简单一点啊 你不要看那么多啦 太多的那个资讯 你消化不完的 就像最近这个盘 这阵子这个盘 你看我们这个盘 这阵子的盘再拉回来吧 对不对 为什么拉回 因为升息嘛 可是我看到很多媒体 对升息的议题 好像讲的 好像世界末日的感觉 好像准备要天崩地裂了 也没有那么夸张啊 可是他们把它讲得很严重啊 拿那个放大镜在那里放大 显微镜在那里放大 早就知道的事情 然后好像要把它炒热 炒成那个 好像要准备股市 要准备大姐的那一种气氛 那种氛围 我真是为你们暴躯耶 你们本来有些股票 应该有机会往上涨的 甚至你们可以解套了 就是因为那些媒体 在那里推波住了 在那里喊空放空 结果害你们有些股票 也跟着一起跌下来 本来有些人的股票 可以准备涨上去了 你知道吗 结果最近压回来 你的股票也压回来 可是各位你想想看 如果你抱的是我的股票 如果你抱的是我的标的的话 你抱的是我的股票的话 各位你不会有那种烦恼 你不会有那种忧虑 你不会有那种心情不好 哎呀我吃不下饭 我睡不着觉 我很忧郁 如果你抱的是我的股票 如果你抱的是我的生计股 如果你拿的是我的生计股 拿的是我的股票的话 因为我很早就跟你讲了 我这阵子跟你公开的股票 我这阵子跟你聊的股票 对不对 你看这一支 66亿的益德 我说生计 你要注意这块 你要注意 因为里面有股票 所以当我在介绍合一 介绍志勤 介绍益德的时候 那我就在想 我说算好 那我就简单一点 我就直接在我的字卡上面写 我就把这个股票的一个题材 跟你讲这个类股 我就直接告诉你了 我看好它 我叫你来拿 如果你电话手机号码 对中这个这支就是你的 就是你的 有来拿的 有来要的 这支股票 今天的表现 好了中间我们跳过去了 到今天 涨停板 涨停板 各位 我类股都跟你讲了 我题材也告诉你了 我就这五个字 写在上面跟你讲 我看好它 我觉得今天是股票 今天真的太给我面子了 很多股票拉回来的时候 今天它这几天都没有掌停板 没有 今天刚好拉到涨停板 真的是 你知道我看到一些分析师 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 他们还在拿过去两年三年前的 那个生计的思维 来看到现在生计的行情 你知道他们那种思想已经落伍了 已经落后了 他们都不知道很多生计股 已经开始在脱胎换股了 从过去的本梦笔 现在真的变成本益笔了 很多过去的那个新药 现在已经要开始准备开花结果了 已经在谈授权了 可是很多专家还是不以为然 还在拿过去的基亚浩鼎 在那里大做文章 所以当我在讲这支股票的时候 我也知道有些人 是很感冒的 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公开这支股票的时候 很多人不看好 但是我只是想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看好的股票 我不管别人怎么讲 我只在乎你 你有没有来拿我的股票 你有没有来拿我的资料 我在意的是这个 当我看到的义得 今天大涨 准备standby的时候 各位 义得嘛 然后我跟你讲 义得赢家狂吃筹码的 这支股票叫糖莲 4168的糖莲 各位 我们来看一下我当时公开的价位 我们公开的价位 跟时间 来导播 确认 确认 一支股票 确认 那天我公开它涨停班 那天是33.05元 今天来到44块钱 我记得我那时候公开这支股票的时候 大家给我的回想不多 大家不看好这支股票 糖莲 老师没听过 老师你怎么找那种很冷门的股票 很陌生的股票 老师我不熟 这支 不要听过 糖莲 我没听过 掌停板 我上面跟你讲 小心天天掌停板 30号掌停 31号掌停 连续两根掌停板 是不是天天掌停板 我写的对不对 我写的对不对 我讲的对不对 然后我后面还写一句话 甚至跳空掌停板 各位30号我公开的时候 它没有跳空 它是这样子往上拉上去 它没有跳空 没有 义得第二 义得 一看就知道 我再讲一次 当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会当一个沉默的羔羊 我会把我嘴巴闭起来 我不像其他分析师 哎呀 等一下你怎么都不讲 废话 人家在整理 人家在甩教洗盘 我干嘛多讲什么 难道我要说 我每天看好这支股票 让其他人都跟着进来 一起上车 那主力谁要拉 主力才不拉的 主力没有那么笨啊 就像那个长荣阳明万海 每个人都进来买了 媒体都说很好很好 很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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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荣阳明海每个都来买 都来当存股跟台积电一样 结果呢 懂不懂啊 不是有些股票不是要每天敲锋打鼓 在那边跟你们宣传啊 该低调的时候要低调 该避开的时候就要避开 你看这支 今天被打到跌停板 各位啊 我在这边我跟你讲什么 我那时候说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品 当成一个蒙娜丽莎的微笑 不要再追了 你不要再买了 把你的焦点放在别的 我会有没有讲 我有讲吗 不是说今天跌下来了 然后你问我说老师该怎么办 我这边有讲了啊 我讲的那么白了 有没有跟在身边真的差很多 我跟你讲真的差很多啊 还有对我的信不信任也是差很多 那个时候你相信我的 各位今天再拉一根掌停板了 各位 50% 短短几天你都看到了 50% 100万赚50万 8月30号上礼拜发生的事情 今天礼拜一 我跟你讲 这次股票唐脸啊 我是在8月22号礼拜一的时候给大家 你自己一直查嘛 8月20号礼拜一嘛 我常常讲啊 当我假日有些消息的时候 各位你不要客气来拿 我假日所拿到的股票真的 我不敢讲100%每次都很强 但是 几率很大 很多股票都很强 很多股票都很飙 真的 就跟阳明光一样 阳明光啊 那个时候假日的聚会 这也是我礼拜一给大家的 假日啊 然后放假回来 后来阳明光涨到哪里 涨到哪里 涨到哪里 我跟你讲啊 礼拜一给你的股票啊 各位啊 你不要客气啊 真的啊 有好几只哦 比如说红宝 也是一样 礼拜一 这次也是礼拜一给大家的 假日 80亿% 老师为什么假日 因为假日大家及时广益啊 大家在讨论新的股票 大家讨论新的标股 只要那个标股定位了 就定位 各位 唐廉 好 老师 义德第二 叫做唐廉 义德已经标了几%了你知道吗 义德已经标了92%了 义德已经标了92%了 老师 义德第二唐廉 标了50%了 今天还拉到掌平板了 各位 那接下来 我要给各位这次的股票 各位 我跟你讲 我要限时间 你不要以为说今天盘不好 没有股票可以 我告诉你 我限时间 这只股票 不好意思 我只各位一分钟的时间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来 唐廉第二 跟我上次写义德第二一样 我跟你讲 小心跟唐廉一样 跟唐廉一样 舔舔 掌停板 甚至跳空 掌停板 你 好了 我不要多说啦 周一又要炸裂了 又要炸裂了 最新的情报 每一次有消息有情报的时候 礼拜一的时候 各位啊 你礼拜一有来拿 通常结果就是 今天唐廉第二 有钱人超级兴奋 义德赢家收获中 上次义德赢家 狂吃筹码的唐廉 今天又拉掌停板了 50% 现在告诉你 义德赢家收获中 为什么今天义德也在涨 为什么今天唐廉也在涨 怎么跟义德有关系的都在涨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等着看这支 我跟你讲 一分钟以内打电话进来 这支才是你的 各位你不要再等 老师那我等你公开啊 可以啊 等我公开啊 就像唐廉一样 你等我公开之后 隔天你就买不到了 搞不好隔天你就买不到了 不要等我公开 你今天就来拿 各位小心喔 就跟我当时讲唐廉一样 小心天天掌停板 甚至跳空掌停板 各位啊 我有没有说到做到 有没有 各位有没有说到做到 30号公开嘛 30号不是跳空吗 我有没有说到做到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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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支 小心喔 有再来一次喔 再一次喔 唐廉第二 一分钟以内打电话进来 这支股票唐廉第二 送给大家进广告 全球的情势正在大转变 你准备好了吗 小资翻转188专案 帮您翻转您的人生 您的财富 翻转专线02-8511-3366 02-8511-3366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 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 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 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 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02-8511-3366 8511-3366 顶业投顾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操盘战将 一得第二 唐脸 唐脸第二 轮到他了 轮到他了 各位注意 假日的情报 这一支股票 唐脸第二 唐脸第二 小心跟唐脸一样 天天涨停板 甚至跳空涨停板 记得那时候 跟大家讲 一得第二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 我这句话是吹牛 老师你在碰轰 这些臭 这假的 假的 你说这个假的 30号公开了 31号跳空涨停板 假的 你等着看这次 你等着看这次 不要等我公开一下 隔天才想去追 来不及了 今天拿到 一分钟的时间 打电话进来 这支股票 就是你的 好不好 唐脸第二 不管 不要说 不管 反正 一分钟以内 来电 这支股票 送给大家 年纪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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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